有的时候我们通过Launcher去下载软件套装 会发现驱动会下载不下来 或者下载的不完整 有时候甚至Launcher都没有办法去发现你的生卡 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从灵阳官网上去单独下载驱动 并且安装 我现在来讲一下如何在官网里面找到驱动的位置 首先我们要上官网 这是官网的网址 有的时候英文的网不太好上 我们就把这个EN改成ZH 就是中文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文网不太好上 我们就用这个EN.nteloblin阳audio.com 上了官网之后呢 我们不用不要到这个右上角的小人去登录你的叫做账号 只要在这右上角找到了这个support进去 外网有的时候在国内会需要你有一些耐心 好进来以后这个第二个页面呢 第一排会有一些红按钮 进到第一个download 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么多设备裸列里面去找到你自己的设备 如果你是第四第八系列 就在这一个方块里面找 如果这里没有的话呢 这里面没有裸列出你手上的第四或者第八设备 就按这个红按钮 他会把所有的第四第八系列 包括老的MP的花放都放在这 如果不是第四第八系列呢 其他的生卡在这一个方块里面 如果这几个不是你手上的那一个生卡 就打开这个按钮 找到你的那个生卡 这里还有三页 咱们以老款Zentor为例 进去 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下载到Windows版的驱动 苹果版的驱动 以及Windows和苹果版的Launcher 当然我们这里面主要说的是驱动 驱动就是在这个位置 Windows版会有一个USB的驱动 和一个雷电的驱动 苹果的呢就是独立的驱动 从这个地方就能下载到驱动 然后去安装它 我们下载到这边的驱动 我们下载到这边的驱动 我们下载到这边的驱动